这个地方呢 内容就比较少了 第六节 那内容就更少了 就更少了 所以我们主流的内容 这一章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每一章后面 我们还是有些提高的 有些提高 我们到后面再说 大家也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最后一节 空间曲线即方程 这一种问题就简单了 就简单了 所以我首先就来告诉大家 空间曲线 第一种 空间曲线的形式 叫取空间曲线 的形式 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表示空间曲面 无憾熟悉了 什么万一是个空间的曲面了 而有任何一个三元方程 它代表的就是一个空间曲面 那如果说一个呢 对吧 正常情况之要是 xyz fxyz等于0 这个代表的正常的 空间曲面 那如果我没看到z 我只看到大fxy等于0 我告诉你 你代表的还是个面 还是一个面 什么面 叫做面 而且是垂直于x y平面的那个做面 这个我们刚刚都讲过 那我现在要问了 空间曲线的 表示形式 有哪些方面呢 大家听清楚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对照起来 把前面的一些东西 要告诉大家 共读一下 第一个形式 叫一般形式 空间曲线 你怎么表达它 有两种表达方式 第一种叫一般式 请看图 这个叫sigma1 这个就是一个吗 这是一个曲面 这是一个曲面 两个曲面中间就有一个横 叫l 这就是表达曲线的一般形式 就是我认为啊 任何一条空间曲线 是有两个空间的曲面 相交 而成的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l 是fxyz 我觉得美 这是所谓的 第一个曲面的方程 第二个曲面的方程 叫g xyz 所以当我们把两个曲面 用一个大括号 连累起来的时候 它在我的心目当中 它实际上就是要曲线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来表达空间曲线 很简单 就称为一般式 但有的时候 我们表达一个空间的曲线 用一般式表达 不容易 所以各有各的优势 比如像我们二维空间 用直角度表表示 蝉饰方程表示 脊柱表表示 都可以 各有各的优势 对不对 比如像我们前面学定级分 那个地方大家 比如像有一条线 叫心形线 像心脏一样的那个线 你用直角度表表达 就很粗 我用脊柱表表达 就很漂亮 它是有优势的 对不对 它是有优势的 对吧 个人都有个人的优势 那你比如讲 我说有些人 他在有些方面特别天才 对吧 但有些方面就特别 你比如说有些 很知名的学者 他在研究某一个方面 特别乐 但他在某些方面 他就不擅长 很正常 任何一个人都有优势 同样来讲 任何一个东西 也有自己的优势 我们有些空间的曲线 表达它的时候 可以把它认为 是两个曲变的交集 两个曲变架构 它就代表一条空间的曲线 用这样的方式表达 叫做曲线的一般式表达方式 叫一般显示 第二种方式 参数式 我来举个例子 如 我们有这么一条曲线 对吧 我们大家没有见到这样的类子 可能是老师为什么这样表达 你见到了以后你就发现 这样表达是最方便的 是最合理的 最容易的 你用一般式表达困难重重 什么图形呢 这是R 下面是一个半斤式R的圆 形成一个圆柱 现在我就开始绕弹簧了 哎 弹簧一圈一圈卷 现在我就要告诉大家 弹簧怎么怎么形成的呢 一方面 它在这样卷的时候 是角速度为Om 一个做圆角速度 圆子远动 这个方向呢 是直线远动 是V 0 就这么简单 就这个方面 一方面是这个在转 均圆的角速度 第二个方面 它这个Z周这个方向是 圆数直线远动 这样一来一个 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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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形成一个弹簧 大家告诉我 这是L是曲线吧 你如果用一般式表达 你表达我看看 太难了 不容易啊 你认为是哪两个平面的交集呢 像这样 确确实实是一条三维空间的曲线 我们大家常见的弹簧吧 但是你用一般式表达 太不方便了 你这个时候 在T这个时刻 大家称不称认 肯定有一个停留的位置 它XYZ都有相应的坐标 我来告诉你 X是谁 应该是R cos OmT Y 等于R sin OmT Z 是等于V灵体 很方便的就表达出来 所以个人有个人的强项 对不对 对吧 个人有个人的强项 对不对 那你比如讲我说 头发 我留长头发 可能好看 我留短头发 可能不好看 但我洗头发的时候 可以少用一点洗发水 它有它的有势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 大家看问题 必须有辩证的看问题 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有些曲线 用一般式表达 就很方便 第二种情况 像这样的曲线 用一般式表达 用两个曲面的交集 去表达 太困难了 它非要 把XYZ 都表达成T的函数 非要很方便 所以这也是一种表达 空间曲线的方式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空间曲线 有的时候 还可以表达成这样 叫X等于 法一T Y等于 cos一T Z等于 我没搞提 如果一条空间的曲线 你把它表达成XYZ 关于T的函数 这就成为三维空间曲线的参数式 我举个例子 如 L 一般是 是X方 交Y方 等于1 X交Y 减Z 减2 等于0 大家想不通 老师这是什么 这次就要曲线了 几维空间 三维空间 现在你告诉我 什么形式 一般形式 大家能不能想象 是一张什么样的图 我可以 什么图呢 X方 交Y方 等于1 是个圆柱 大家可以想象 是一个半径十一的 上下的一个圆柱 X交Y 减Z 减2 等于0 是个什么 是个平面 所以我就一截 是这么一个课 我就告诉大家 这就是L 大家看看 我的画的图 就这个半径 X方加Y 等于一是个圆柱 然后这个里面 X交Y 减Z减2 等于0 是一个平面 这么一截 这个截壳 这个就是L 大家说这个L 是用的什么诗 是用的一般诗 画为参数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L 我可以轻松的写成三数诗 轻松的一套幅图 X X 叫Y 等于1 X等于 可三一体 Y等于三一体 Z呢 太简单了 X表达成T的表达式 Y表达成T的表达式 Z表达式 还难吗 一点都不难 代入到三百 一个箱吧 Z实际上就变成了Scientist 加Coscientist 减2 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一个 曲线的两种表达方式之间的一种 所谓的转换 我们这个曲线刚开始表达的是一般诗 结果把它划成了参数诗 当然参数诗划成一般诗 它是有点难度的 小T嘛 所以这个大家就懂了 那么紧随时刻 我再讲一个 空间曲线的表达形式 有两种形式 一种叫参数诗 一种叫一般诗 下面我再来讲第二个 已经讲过了 我把它放在这 这样一来以后 大家可能对这些东西的理解更深刻 叫曲线的 特殊情形 空间曲线的特殊情形 叫直线 我就告诉大家 已经讲过 这个内容已经讲过了 我为什么要知道讲 对照嘛 空间的一般的曲线表达方式是两种 一种叫一般形式 一种叫参数形式 而空间的直线 有几种形式 大家可能忘掉了 我可没忘了 有三种 第一种 叫点向式 右称为对称式 L 有一个点 M0 它的座标是X0 Y0Z0 另外这地方一个S 它是M A P 如果给了L上的一点 另外给了一个向量跟L平行 我告诉大家 此时此刻 这一条直线的点向式方程 对阵式方程 我们都学过了 叫X 叫X 减去X0 比上M 等于Y 减Y0 比上A 等于Z 减Z0 比上P 第二种形式 叫参数式 参数式 参数式 怎么办呢 0 L X减去X0 所以M 等于Y 减Y0 比上A 等于Z 减Z0 比上P 统统等于T 这 我立马可以把L 表达成参数式 就是利用 1等于T 2等于T 3等于T 解除XY X 应该是X0 加M T Y 等于Y0 加N T Z Z 等于Z0 加PT 这叫参数式 第3种形式 叫一般式 什么叫直线方程的一般式 我完全可以认为 我完全可以认为 任何一条直线 是两个平面的交集 我们讲过 这就是L 所以三维空间的直线 还有一种表达方式 叫一般式 叫A1X 加B1Y 加C1Z 加D1等于0 A2X 加B2Y 加C2Z 加D2等于0 所以这个我们学过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 空间的曲线 有几种表达方式 两种 叫一般式参数式 空间的直线 有几种表达方式 有三种 叫点向式参数式 一般式 好了 下面我就来讲第三个 叫做 投影曲线 这个东西只是个概念 大家甚至题目的话 基本上都没什么 要做的 投影曲线 现在我就告诉大家 说 L 三维空间 有一条曲线 它一般形式是 FXYZ 等于0 G XYZ 等于0 大家懂吗 这是一条空间的曲线 我画图了 我画图了 再拿 三维空间的一条曲线 就在反应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 我干嘛 我用千指的光线 往下照射 千指的直线 往X5Y平面上照射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L0 所以L0 L向X5Y面 千指投影 L在X5Y面 内 投影曲线 为L0 就这个 有人就问了 老师 L0 曲线是什么 我来说 首先 我就告诉大家 方法 怎么去找这个L0 我来说了 首先 由 F XYZ 等于0 G XYZ 等于0 干什么呢 小Z 把Z给我消掉 就这个曲面 曲线的一般形式当中 不是两个曲面的 公共部分吗 连力吗 现在通过 第一个等式 第一个方程 第二个方程 把Z消掉 我告诉大家 就可以得到一个 XY的表达式 当然了 这个把Z消掉 它是有些 制作含量的 这个我们不管 反正你消就是了 反正我要把Z消掉 大家可以想象 上面这个方程 当我们 一二这两个方程 把Z消掉之后 没有Z了 那就形成一个 XY的方程 大家不要忘记了 在三维空间 XY的方程 它还是个面 叫柱面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面 就是HXY的 就这个柱面 告诉大家 这个阴影部分 这个柱面 就是HXY的 但是我要你求的是L0 L0是不是都已经出现了 我告诉大家 L0 好简单 就是H XY等于0 再来一个Z等于0 就解决了 非常非常的简单 是吧 所以我就讲了 当然这个地方 要把Z消掉 那么这个地方 还在于你自己了 对吧 大家数上都有立题 所以我这个 把道理讲通了 就够了 所以大家扣合了 要把扣合的形体 做一做 生端的做一些题 后面我们又专门的 去讲提高课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主要是把 把东西给你讲清楚 所以这一章呢 实际上就告一段落了 这一章当然 有提高的成分在里面 比如讲 我们距离 两点到直线的距离 不知道 两条直线意面 他们有距离吧 有 也不知道 所以实际上这一章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我们这个教学的 基本要求来看 这些我们不做要求 因为数上根本不讲 所以说 这一章呢 我们后面呢 看看我们 每一章后面 如果有一个综合性的 总结的课 以及实际课的话 那么这种课程掌握起来 就更好了 效果会更好 更牢高 那有牢库啊 好了 那么这一章呢 新课呢 应该说就到这里 就告一段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了